重阳兵变 作者 金夫子 播读 夏秋年 第43章 北大清华世纪糟蹋 通往北大清华的白石桥路和中关村大道又封路了 所有的车辆停驶 行人止步 连公共汽车都静静地趴在一旁 大道两侧 每根电线杆下挺立着一名警卫局大汉 每个交叉路口都有军人把守 禁止通行 唯有南北方向是一路绿灯 不再转换黄灯 红灯 恭恭敬敬地迎候着党中央领导人 不一会儿 远远地在大道的南端出现警灯闪闪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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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奇的人们站在人行道上引颈以望 警车警灯一路闪来 并不鸣笛 平时车水马龙的大道越发显得肃木死寂 两辆开道警车的后面 才是一长六红旗牌上海牌轿车 嗖嗖地驶过 车窗上都挂着烟色沙帘 车内的中央首长望得见街旁的群众 街旁的群众绝对看不见车内的中央首长 中央首长为人民服务 替全国人民当家做主 所到之处却一律倾倒 风露 生怕人民亮出水果刀 调肘 打狗棍之类的利器似的 人民公图最要防范的正是人民哟 其实 几十年的运动斗争 洗脑改造下来 人民群众已经老实公顺的如同羊群 中央首长的车队微风而安全的通过后 封路错失 交通管制撤除 各种车辆行人纷纷上道 各不相让 难免造成道路堵塞现象 各个十字路口的交通灯虽然恢复红黄绿 依序转换 但一时间四面八方你拥我挤 喇叭铃声 竞相鸣笛的那个混乱啊 骂娘啊 赌咒啊 人们刚才还规矩温顺的如一潭死水 首长的车队一过 就人人不受管束 各个争先恐后 就像投入到一场大斗殴 咱老百姓就是贱 真他妈的贱 在领导面前向羊 在同类面前向狼 有人低声叫骂 老弟 小声点 那边有雷子 雷子是北京市民对公安便衣的别称 雷子怎么了 大不了把爷们从大监狱送进小监狱去 兄弟 你这话就更邪乎了 把咱新中国比作一座大监狱了 噓 闭嘴吧你 想进秦城不够资格 功德里也没有你我的份 只有半步桥那铁笼子 后着咱哥们 别贫了 你能猜出刚才坐在黑棺材车里的首长是谁 八尺是姜妖婆 又到北大清华视察工作 北大清华可怜 成了乌龟王八们的黑窝点 教授 学者 科学家打死的打死 自杀的自杀 发疯的发疯 都死了好几百喽 我告诉你一副黑帘子 卫明湖畔阴风惨 烟园花谱野草狂 咱也听说一连 水木清华一妖孽盛 北大校园王八多 闲话打住 黑色红旗牌防弹轿车里坐的正是中央文革组长 毛泽东夫人江青 前往北大清华视察工作 他对老板病危 忧喜参半 这种时刻 他应多讲话 多露面 让报纸 电台 电视天天报道他的重要活动 作为周恩来总理生前一再称颂的党内最优秀杰出的女同志 文化大革命起手 江青在党内的地位 以无人能公开挑战 他自觉根基已稳 他在首都的根基是六场二校 这六场二校是自文化大革命以来他亲自办的点 亲手树立的斗批改先进典型 他每年都要前去视察多次 代表毛主席党中央看望 接见工人群众 送去党中央的温暖关怀 拿六场 即北京真知总厂 北京新华印刷厂 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 北京南口机车车辆厂 北京化工三厂 北京北交木材厂 两校即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 六场二校都是干部员工达数万人的大单位 各有一个民兵团 均由25岁以上 35岁以下的复原军人组成 对江青首长忠心耿耿 实际上是他的雨林军 一旦中南海有事 中央警卫局靠不住 他一声令下 这八个组织最严密 装备精良的民兵团即可派上用场 谁说江青不抓军队 军事 老娘身为中央军委顾问 早就抓上了 现在是四大部队拱卫掌控首都地区 一是陈锡连的北京军区 二是吴中的北京卫戍区 三是毛远新从沈阳调来的两个摩托化装甲师 四是毛小六的首都工人民兵师 六场二校的八个民兵团尚未计算在内 算是江青同志给自己配置的以防万一的预备队 在六场二校八个先进典型中 江青最看重的又是二校 他授意谢静怡旗下的北京大学革命委员会大批判写作小组 和持群旗下的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大批判写作小组协同作战 使用一个笔名 梁孝 带他写作系列重要政论文章 所以从中央机关到北京市的普通市民 乃至外省市的革命左派战友 都知道梁孝是江青同志亲自挂帅的写作班子 梁孝带江青立言 发言 梁孝的观点就是江青的观点 梁孝的号令就是江青的号令 江青是喜欢视察北大清华的 在这两所中国的最高学府里 他可以看到最多的笑脸 获得最多的掌声 听到最多的向江青首长学习 向江青首长致敬的口号声 某次一位红卫兵小将还振臂高呼过江青同志万岁 江青给予了委婉的指证 只能喊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万万岁 不要喊他江青万岁 喊过的算了 没喊的不要再喊 我这不是伟大的谦虚 只要毛主席健在 就不能喊别的人万岁 包括我江青同志万岁 这些都得感谢老板 正是靠了老板自新中国成立以来 所发动的一场接一场的大批判 大清洗运动 把原本为教授学生们尊崇信奉的德先生 赛先生赶出了校园 把一个个满腹经伦的权威专家 收拾得不死也残 直如臭粪蛋 不止于人类的臭屎堆 到如今那些所谓的名教授 名学者见了工农兵 见了党领导 就巴尔狗似的摇尾起连 一脸昧笑 每听到毛主席党中央发出新的批判号令 就牙巴鼓打站着 浑身筛康似的哆嗦 真谈娘的解气哟 大灭了地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威风 大涨了无产阶级文盲大老粗的志气 北大清华什么东西 早在五十年代 江青就多次听老板怒斥过 起初他也不理解老板对这两所高等学府的痛恨 后来才逐渐搞清楚 既有历史的原因 也有现实的原因 可称为两笔账 历史那笔账 对老板更是刻骨铭心 几十年都不能释怀 那是1918年8月 年届25岁 在长沙第一师范副小待课的国文教员毛泽东 和二十位准备复法勤工俭学的湖南青年学子 头一遭来到北京 在接受外语测试时 他的同学蔡和森 李立三 李富春 肖三 肖瑜 罗学赞 张坤蒂等 包括他的老师 年届43岁的徐特丽 都考试及格 获取复法留学资格 唯独牛高马大又自负不凡的毛泽东一人吃了灵蛋 名落孙山 这也并不奇怪 在长沙一师时 他也因数学外语皆吃灵蛋 而未能拿到毕业文凭 真是落魄精师 无言回长沙见胡乡父老 又因虚获复法留学资格 才可领取生活资助费用 和湘潭老家的父亲 也早已断绝经济往来 毛泽东一时陷入身无分文 衣食无浊的窘境 幸而他长沙一师的恩师杨昌记 此时已受聘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替他向北大图书馆馆长李大钊说情 才谋得一份月薪八元的图书借阅登记员职位 月薪八元 要吃要住要零花 真他奶奶过得最贫寒清苦的日子了 反观此时的北京大学 却正所谓明贤必至 大学问家慧翠 校长是国民教育家蔡元培 以及文化巨子胡适鲁迅 革命教授李大钊 陈独秀 经济学家马银初 教育学家蒋梦林 马旭伦 哲学家梁树明 冯友兰 物理学家周培元 化学家曾昭伦 历史学家简博赞 范文兰 文学家朱自清 周作人 红学家于平博等等 真正的群星璀璨 泰斗云集 面对这些学问大家 青年毛泽东又目又度 因目生恨 因度生仇 别的不说 听说蔡元培校长月凤八百大洋 是他毛泽东的一百倍 还有胡适周培元等 也是月凤五百大洋 也是他毛泽东月薪的六七十倍 连那个和他毛泽东同岁的广西桂林人士梁树明 也月薪三百大洋 两个月的新凤就可以在北京城里买下一座四合院 毛泽东和他们相比 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有九天九地之别 这世道就这么黑暗不公 富者富死 贫者贫死 富者生生的压迫剥削贫者 敲鼓吸水 过去的封建士大夫 变成今天的资产阶级贵族学者 名流们大都家驻北大燕园 一座座宫市庭院 单门独户 仪态保姆 时有余出有车 比古代的士大夫 还他奶奶的士大夫 他毛泽东呢 堂堂一条汉子 晚上八个人共睡一张通铺 放屁都不敢翻转身子 臭哄哄脏兮兮的 连个黄包车夫都不如 白天喝凉水 嚼窝窝头 吃个芝麻烧饼算改善生活 还要上图书馆跑腿 替名流教授们找书 送书 被人知识来知识去 真他奶奶不是人过的日子 一些事情 毛泽东都无法启齿 就是他常在黄昏时分 到杨昌记教授家去蹭饭吃 百般讨好恩师的爱女杨开慧小姐 开慧小姐倒是可怜见他这名食客 毛泽东食量大 速度快 吃东西只管自己 不管别人 杨家上下 包括厨娘用人在内 都不给他好脸子 狗眼看人低 正是在杨昌记教授家里 乡下青年毛泽东 第一次见到才华横溢 名满京师的青年学者梁树明 他替梁树明开门 接风衣 端茶水 梁先生那次自然不会把他放在眼里 以为是杨家长沙老家来的门房 看家护院的呢 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寄人篱下 受得窝囊气还不止这些 最令他切齿的是 与他同来北京 以获复法留学资格的 20位同乡学子 视他为末路 弃他为避喜 1918年12月 20名小同乡南下上海 准备从吴松口登外轮赴法国 毛泽东提出陪同去上海送行 之后返回长沙去 竟无人理会 更无人肯借给他一二十元路费 他决心离开北京大学这块伤心地 可身上的钱又连买一张去上海的三等车的火车票都不够 连他蹭了几个月饭的杨家恩师师母都厌烦了 都不肯资助他一小笔路费 十元钱难倒英雄汉 他恨杀北京 诅咒北大 可怜他把身上所有的钱凑拢 也只够买一张北京到浦口的三等车车票 那时叫金浦铁路 列车直到长江北岸的浦口 旅客需换成杜伦过江才可抵达南京城 更倒霉的是 他脚上穿的唯一的一双布鞋 也在车上被小偷偷走了 12月的长江岸边 寒风嗖嗖 他冻得像个花子似的 光脚穿布袜 在码头上走来走去 真是穷途末路 差点要长出第三只手 索性天无绝人之路 他竟无意中碰到了长沙医师的老同学李忠 李忠在南方军政府供职 听了他的狼狈诉说 当即慷慨解囊 先替他买双鞋子穿上 再送他一张过江的船票 加一张南京至上海的火车票 并告诉他到上海后去找湖南同乡会 那里对贫困的乡人学子管吃管住 不收费用 毛泽东主政后 把各地同乡会当作反动组织 一律取缔清除 再有吗 你或可通过同乡会的关系 去求见南方军政府秘书长张世昭大人 他也是长沙人 乐善好施 或许会资助你一小笔回长沙的路费 李忠同学成了落魄时的毛泽东的救命菩萨 新中国成立后 李忠在湖南一所中学教书 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 1957年更被划为右派分子 开除公职 押送回乡劳动改造 1961年大饥荒中饿死 其间他多次写信向毛主席求救 我是始祖于威时啊 毛泽东却再没搭理过他这名反动分子 再说毛泽东到上海后 在湖南同乡会白吃白住 了解到张世昭是位大富翁 便不再想着去求告一小笔回长沙的路费了 而私谋出了一个大由头 毛泽东于1919年早春某日 举着自制的长沙晚生毛润枝的名帖 去求见张世昭大人 之前已投书竖风 盛赞张前辈为学术重镇 政坛名人 是湖南故乡的骄傲与光荣 张前辈正物之余 热心国民教育 为国家为湖南培养人才 现湖南还有一批深深学子 急于出洋求学 以等学成归来 在张前辈带领下报效国家民族 成就一番改造社会 拯救民众 富国强兵之伟业 俗话说 长沙里守湘谈片 张世昭先生 果然被湘谈学生毛泽东的颂歌 唱得心花怒放 大笔一挥 就给了湖南晚生们银元两万 作为出洋勤工俭学的专项资助 青年毛泽东呢 据说是用了三口大皮箱 装了两万枚元大头 神不知鬼不觉地返回了长沙 对外一风不漏 更一字不提什么资助湖南学人出洋深造之类 而做了自己革命活动经费 劫济斗争 打家劫舍 劫富济贫 还需豁出性命去拼 贫了三寸庙舌 即得到两万一元巨款 对于一名穷途潦倒的书生 乃是胜过朝盖智取生辰纲了 当然 也不能说毛泽东独吞了这笔巨款 因为除了个人的各种生活开销 他倒也在长沙组织左翼革命青年团体 宣传他的那个与天奋斗 其乐无穷 与地奋斗 其乐无穷 与人奋斗 其乐无穷 还办了几期叫香江评论的刊物 每期游应个三五百份而已 1920年初 他的恩师杨昌记先生病逝北京 他第二次北行 协助师母师妹杨开慧把老师的灵鹫 扶回长沙安葬 也不等服孝三年 就和西一已久的师妹杨开慧同居 师母成为岳母 此时的毛泽东 非同往常那个蹭饭吃的穷小子 早就暗中富甲一方 他还让杨母返回长沙乡下老家 买下房屋田产 杨开慧问他为何忽然如此富有 他只笑答得了一笔大官僚资产者的不义之财 此后在毛泽东的潜意识中 北京尤其是北京大学 是他的落魄地加伤心地 而上海则是他时来运转的发降地 革命胜利后 毛泽东入主新中国 作为伟大领袖 他常表白说 有两样东西 他生平从来不碰 一是他从不拿枪 二是他从不拿钱 不拿枪是说他从不亲手杀人 不拿钱是说他生活节俭 作风清廉 不亲手拿枪杀人 或许是真的 因为新中国成立后 他年复一年的大搞政治运动 阶级斗争 整死饿死了六七千万人口 没有一人是他亲手杀死的 从不拿钱 则实在说不过去 就算撇开他的著作 毛泽东选集一制四卷 以公款印刷 公款购买 发给全国干部群众学习 达数十亿册之据 他私人拿了几千万元人民币的稿费 实为社会主义新中国最早的首富不说 他于1919年初流落上海之时 以资助湖南学子出国留学的名义 从张世昭先生手中骗取二万银元回长沙 成为他个人的活动经费 总是一笔赖不掉的历史旧账吧 况且张世昭先生 1949年春夏间 作为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的团长 历史转折关头反水 投靠了中共 投靠了毛主席 后来官拜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人还在呀 因此在1960年至1962年 新中国大饥荒期间 毛泽东才不得不演出了 每月还给张世昭先生 一千元人民币的闹剧 直至还满两万元人民币为止 但那已是另外的故事了 人说毛泽东成为党和国家的伟大领袖之后 念念不忘党内外的两批人 党内为曾经留学欧美苏的干部 他犯称为国际派 也就是后来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党外即是以北大清华的那些名教授 名学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尤其不能忘记的又是北京大学 1954年 毛泽东借红楼梦研究之学术争论 亲自写下一信 指北大著名教授洪学家于平博为反共文人胡适 在国内的代言人 大家口诛笔伐 1955年 毛泽东发起反胡锋运动 这是新中国第一场文字大语 北京大学师生中 揪出胡锋反革命集团分子一百多人 1956年 毛泽东大批北京大学校长 马寅初先生主张节制声誉的新人口论 指为反动的英国学者马尔萨斯人口论 在新中国的变种大会小会批判数十场 直至马寅初被解除北大校长职务 从而导致批错一个人增长五亿人 给中华民族一下无法挽回的人口据患 1957年至1958年 毛泽东号令全国大抓资产阶级右派分子 文化教育界是重点 结果是在当时北京大学的八千名学生中 竟抓出右派分子一千五百多名 发配边疆劳改 近千人死于非命 北大当时有教职员工七千多人 也抓出右派分子一千多人 可怜北京大学一座全国著名学府 竟抓出资产阶级右派三千多名 为北大自建校以来最大一次人才人命摧残 从此北京大学成为工农隔干当家做主的 社会主义思想文化阵地 但毛主席并不满足 1961年至1963年期间 毛泽东曾多次授议中共中央办公厅 把替他服务多年的卫士内勤军人保送北大清华读书 北大清华均以这些军人只有高小初中文化水平而予以婉拒 后来还是中国人民大学给了伟大领袖面子 办下一个中央警卫团复原军人文化补习班 先学文化后转入本科读书 这是北大清华欠下毛泽东的一笔心账 如此大学不彻底砸烂改造 绝难容忍了 1964-65年 毛泽东批示文件 下令北大一万多名教师学生停止学业 分期分批下乡稿设教改造思想 1966年6月2日 文化大革命运动狂飙骤起 毛泽东亲自电令新华社人民日报 公开发表北京大学聂元子等七人 炮轰校党委的大字报 盛赞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 写的何等的好啊 地主资产阶级牛鬼蛇神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 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从此 以数千万大中学生为主力军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打砸抢抄抓的红色暴行席卷全中国 同年8月4日 毛泽东更亲自写信给北大附中学生彭晓明 及清华附中红卫兵 支持红卫兵组织的出现 支持造反有理 号召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 正是在伟大领袖的热情鼓动下 北京和外地出现打杀地富分子及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教师学生风潮 称为红八月风暴 公开张贴红色恐怖万岁等标语口号 北京大学更成为魔鬼世界 被打死的学生教师的尸体被投入魏名湖中 教授学者们不能忍受昔日学生 今日红卫兵小将们的批斗殴打凌辱 纷纷以自杀来求的解脱 包括著名历史学家简博赞 著名物理学家饶玉泰 著名数学力学家董铁宝 著名生物学家陈同渡等等在内 讲师以上高级知识分子被打死或被迫自杀身亡的达三百多人 此为北京大学建校以来的又一次人才人命大灭绝 毛泽东发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是为了自上而下的摧毁以刘少奇为首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假 却把上百万中国知识分子 上千万中国普通老百姓的性命 当作了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随葬品 从1966年下至1969年下 北京大学和全国所有大专院校一样 处于停课闹革命的武斗状态 今年学生沦为革命小将杀人凶徒 他们打人杀人千千万万 因为毛泽东是他们的红司令 而无需负任何法律甚至道义上的责任 从来没有 今后也不会追究他们的大规模大面积杀戮暴行 1969年秋 毛泽东批准新的中共北大党委成立 初中文化程度的原中央办公厅女纪要员 台籍干部谢静怡被任命为党委书记 成为这所最高学府的领导者 在这同时 另一名也只有初中文化水平的中央警卫团宣传干事持群 人称小白脸的 则被任命为中共清华大学党委书记 在接下来 毛泽东命令废除元高等院校全国统一招生考试制度 改行由农村工厂基层党组织 推荐工农子女上大学制度 叫做工农兵上大学 管大学 诸于把教育这个地主资产阶级的世袭领地精神家园彻底摧毁 建成为红通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可靠阵地 毛泽东思想的嫡传弟子 党中央的理论权威 也是中央政治局常委 军委常委的张春桥 对于伟大领袖毛泽东的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路线 做了颇为精辟精要的阐释 知识越多越反动 宁要社会主义的草 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江青的车队进入北京大学南门之前 整座北大校园及附近街区 已实施一级警卫戒严 身着军装的谢静怡率领校党委 阁委主要负责人及革命师生代表数百人 家道欢迎 谢妮子每次都搞这种形式主义 批评多次也不改正 他知道江青同志心里是受用的 要是没有数百名革命师生热烈鼓掌家道欢迎 江青同志肯定斥责冷冷清清 没有一点教育革命的气息生机 江青杨文元钻出各自的大红旗轿车 先和谢静怡等人握手 之后在谢静怡的陪同下 走向校党委小会议室 江青边走边向两旁的革命师生代表们招手 高声说同志们同学们革命小将们 我代表毛主席党中央来看望你们 毛主席要我问你们好 革命师生们已是清一色的四肢发达的工农兵 每次听到敬爱的江青同志的这几句话 都要激动的热泪盈眶 雀跃不已 都要一遍一遍的高呼 向江青同志学习 向江青同志致敬 毛主席万岁 党中央万岁 江青同志万岁 又有人呼喊江青同志万岁 革命师生们出于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 自发的呼喊这种口号 江青已不便出面劝阻 以免向革命群众泼冷水 近几年 江青每次来北大视察工作 在听取校党委一般人的汇报之前 都要先和谢静怡在小客厅里单独交谈一会儿 说几句和政治运动关系不大的梯极话 轻松轻松嘛 一天到晚脑子里的弦绷得那么紧 需要放松一小会儿 谢妮子是出落得越来越成熟 俊俏了 高挑的身条一点没变 一对奶子前冲得厉害 那卡其部军装都管束不住 妮子和老娘说实话 主席身体不行了 想她吗 谢静怡红了红脸蛋 在江青同志面前从不说谎 想呀 想得厉害 常做梦 现在俺已经见不到主席了 首长要替俺问候老人家 就说俺想她 江青笑笑说 瞧瞧 我这夫人当的都不知道吃醋了 有男人了吗 谢静怡知道江青同志闲聊这些 是一种精神松弛 歇息调节 俺向您汇报过的 俺年前成家了 男人是部队一名干部 江青笑问 你现在的男人在姓氏方面怎样 能不能满足你的需要 你刚满三十吧 正是虎狼一般年纪 我告诉你 妮子呀 其实我们女同志的能量是很大的 陕北老乡怎么说的 是女人就有三百斤的朝天力 一顶仨没问题 我二三十岁的时候 就恨不得有三五个壮汉轮番上阵 你呢 说实话 谢静怡说 报告首长 俺也差不多的 可俺的爱人每次都匆匆忙忙 一两分钟 俺还没有感觉 他就像撒了泡小尿似的玩了事 气得俺哭 江青道 你男人那叫性无能 我的保健医生李志隋告诉我 男同志每次十到二十分钟才算正常 你和谢富志吴忠不都有过一腿 他们的能力如何 谢静怡答道 谢死三四年了 吴忠是首长的人 俺哪敢呀 江青道 长嘴 你自己长嘴 老板是我的人 你都敢了 何况别的人 他们都比我老板差远了吧 两人亲密的浪说一阵 江青忽然想起正经事 对了 谢静怡同志 你爱人叫什么名字 哪里人 什么职务 谢静怡一时摸不着头脑 忽然要问起这个 报告首长 俺爱人叫刘胜利 抗战胜利那年出生的 山东焦州人 北京军区干部 刚提了正师 江青笑了 和平时期 三十出头提正师 你走了春桥的门子吧 他仍兼着总政治部主任 全军副师以上干部提拔 先过他那道关 你个浪妮子 把春桥也勾上了 他是个老单身汉 谢静怡脸色泛白 赶忙说 首长是陈锡连同志 破格提拔 和张春桥同志 关系不大 江青说 你是老少一把抓 老娘才不管你的那些浪荡事 不过告诉你 春桥是我的人 不要紧 他们共妻 我们共夫 左右就是那么回事 政治局会议上 我就多次和王滬文 叶剑英他们讲过 你们男同志有什么了不起 不就比女同志多了几条惊虫 你们再英雄 也是从女人的阴护里钻出来的 最后也要在女人的阴护里拜阵 谢静怡说 首长 您是个最彻底的唯物主义者 江青说 主席教导我们 彻底的唯物主义者 是无所畏惧的 我就是主张压迫男人 打败他们 像大唐女皇武则天那样 这时电话铃声响起 谢静怡接电话 把话筒递给江青同志 是首长的寄要秘书请示 会议室人员到齐 清华大学持群同志 带领他们校党委 一般人也来了 是来迎接首长的 姚文元同志请示 是不是北大清华两个班子 开联席会议 江青说 可以 两校党委一起谈 请文员先给他们讲话吧 我和谢静怡谈完就来 谢静怡起立 首长 外面会议室 大家都等着您 江青放下电话 急什么 坐下 我问你 你爱人的那个师 住房哪里 谢静怡指着重就坐下 报告首长 就在西郊苹果园一带 是军区警备师 江青眼睛一亮 站立起来 好 谢妮子 我们手里又多一道兵符 一张王牌 今天晚上或者明天晚上 你领你那个师长爱人 到钓鱼台十一号楼 我要和他谈谈 走 下面开会去 江青由谢静怡陪着步入北大党委小会议室时 全体起立鼓掌 欢迎江青首长光临 江青招呼大家坐下 同时看到会议室正墙上挂着一幅醒目的红底金字标语 强烈要求忠心拥护江青同志接任党中央主席 清华大学党委书记持群也穿着一身整洁的军装 离开座位 走到过道上 向江青同志立正敬礼 江青和他握了握手 对这名小白脸的印象是好坏参半 好的方面 小白脸是坚定的革命左派 可以称为中央办公厅及中央警卫局造反队伍里的赶死队员 是老板和他的依靠力量 坏的方面 小白脸竟从十几岁起就和老板有了内存关系 男人们的此类癖好 古时候称南风 铜壁 断秀癖 和现代俗称的同性恋有所区别 江青也搞不懂 姚文元 谢静怡 持群把江青同志请到主席位置上坐下 并请江青同志做重要指示 江青批面就说 墙上的标语是谁挂上去的呀 回头替我摘下来 伟大领袖毛主席还健在 你们怎能提出由我出任党主席 你们的出发点或许是好的 我心里也能正确对待 但是现在就提出这个 不合时宜呀 小谢 持群 是不是你们两位党委书记的主意呀 我可是没有白疼你们呀 谢静怡 持群立即起立 两人摇了摇耳朵 一不做 二不休 索性掏出一封长长的签名信来 谢静怡说 敬爱的江青同志 我们北大清华两校广大革命师生 出于对您的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 也是出于对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深切关注 给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 中央文革四大机构写下一封请愿信 并附有两校几十个革命群众组织的签名 强烈要求党中央顺应党心民意 安排江青同志接毛主席的班 在毛主席之后担任党中央主席 做我们党和军队的新统帅 新领袖 全场热烈鼓掌 呼口号 持群说 下面请中央首长允许谢静怡同志 代表北大清华两校党委 以及广大革命师生念请愿信 两个初中生 一对活宠物 竟是继蔡元培 蒋梦林 胡适 周培元 马旭伦 马银初等文化科学巨人之后 占有了中国两所最高学府的领导地位 真乃红色奇迹 历史怪胎 江青一脸肃目 姿势优雅的挥了挥手 持群静怡 信的内容 我已知道 你们就不必念了 我本人是不可以收下你们这种请愿信的 我看这样吧 建议你们把这封信交给姚文元同志 由他带回中央文革保存 等主席离开我们之后 召开党的中央全会时 或可以到会上去念一念 作为一种群众呼声 不瞒同志们说 关于中央的重要人士 毛主席已有最后的安排 我可以透露一个信息给你们 就是新的党中央和中央军委 全部由中青年同志当家 右派老家伙们一个都挨不上边 全场热烈鼓掌 同志们 我们的毛主席虽然在病中 但今年以来一直在调兵遣将 采取一系列重大措施 以确保他走了之后 党中央的安全 以防止和杜绝党内军内的右派势力 邓小平之类的阴谋家野心家 在中央内部搞公变兵变政变 全场热烈鼓掌呼口号 同志们当前党内党外形势很好 革命左派也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 空前团结 空前有力量 政权是我们的 军队是我们的 胜利也是我们的 全场热烈鼓掌 用伟大导师列宁同志的话说 无产阶级失去的只是锁链 得到的将是整个世界 全场热烈鼓掌 我们的伟大导师 伟大领袖毛主席也教导说 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 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敌人一天天烂下去 我们一天天好起来 全场热烈鼓掌呼口号